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他们的净土里面去 不退转 在那个地方歇歇脚 继续往前走 然后究竟获得归家成就的那个结果 是这样呢 在东方西方都有不同的净土世界 那么在佛家的净土世界呢 就成为极乐世界 有东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西方呢 耶稣基督的法卖 人家也有这个极乐世界 叫乐园 它有一个国叫上帝的国 我们理解那就是法界 跟这个佛释迦牟尼所说的 法界是一个概念 这个乐园跟极乐世界一个概念 为什么 耶稣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乐园 然后大家去了那里 就是在天堂 没有众苦 只有众乐 说那这不就是一个极乐国吗 所以是西方极乐世界 是今天的佛法界 大家认同最广大的一个法门 几乎是佛教徒 没有不知道这个法门的 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你不要误会 不要以为这个时空中只有一个极乐世界 实际上像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极乐净土啊 是很多的 数不过来的 无量无边 只不过呢 跟我们苏佛世界有缘的 那么跟我们当下有缘的 比较得力的 比较容易去的呢 是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阿弥陀佛当年在修这个因地的时候 发了四十八个大愿 那么每一个愿都可以 你跟他连同以后 同频共振以后呢 都可以往生 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宣讲这四十八大愿 将来我们是这次开启的时空呢 看了一下 阿弥陀佛呢 传出的是极乐无法 极乐无法呢 第一个法是持明念佛法 上一堂课已经给你们教了 那么这一堂课呢 是阿弥陀佛本尊法 那么下一堂课呢 有一个往生西方极乐 与长寿佛和修法 还有一个十六观经修法 那么还有一个呢 活着 这个 自己就能得见阿弥陀佛的法 就是在自己的身内 修出五彩莲花来 自己单做紫金莲 可以 这个当下见到阿弥陀佛 那么这是第五步法 就是这个时空开启的时候 我们沟通了一下 这是叫西方极乐世界无法 也叫弥陀无法 那么后面我们还会有三讲 连续三讲 那么把这个法给大家讲透 讲透 那么目的只有一个 因为这个 是不退转门 大家亲生好不容易 开始真正的实修实证了 这个连拉带扯 带骂 带打 带踹 就像一头笨牛一样 拉着 你终于调伏了 肯修炼了 这不容易 把缰绳一放啊 再去六道轮回啊 下辈子还不知道到哪找你们去 所以是 最好呢 你们谁也别掉队 无论年纪大的 年纪轻的 所以是 去极乐世界 去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净土世界 到那个地方 莲花为父母 再生出一个莲花生 莲花生 做的身体 那就不退转了 就不堕落了 我们还有机会 在那见面 不然跑到六道里 变成个小蚂蚁 变成个小蚊虫 找你还不太好找 所以是这个极乐世界 这个净土法门 十分的殊胜 好 我会听到你这条一条 我会听到你这条 了 我会听到你这条 我会听到你这条